明婚 他们在哪儿 在爬满虫子的浴室 还是在地图上没有出现过的小镇 鬼市频频 机关重重 谁是神秘的变态杀手 谁让爱情渐渐软去 请听周德东的首部爱情悬疑小说 明婚 由慕容长军演播 长城和胡小军在宾馆里试着逃生 可是最后失败了 一直过了半个多钟头 长城依然静默 这半个钟头太漫长了 胡小军忍不住 摇了摇长城的胳膊 长城 长城又说了一句 你让我静一会儿好吗 胡小军很想很想和长城说说话 他估计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可是他不知道长城在想什么 长城没有一点聊天的情绪 胡小军很难过 眼泪就流了下来 又过了将近半个钟头 长城想从发泰灯中清醒过来 他抱住胡小军亲身说 我怎么会后悔呢 胡小军的心又幸福又悲凉 他亲了长城一口 喃喃的说 那我就满足了 然后他把脑袋靠在长城的肩窝里 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说 几点了 两点多吧 我的时间不多了 长城 其实 我挺幸福的 最后这点时间能和你在一起 说到这儿 他的眼泪像流水一样 哗哗躺下来 长城也有些更严 真的 小军 不会有事的 胡小军擦干了眼泪 在黑暗中摸了摸 你给我买的那块蛋糕呢 你饿了 我要吃的宝宝的呀 好 我给你炒 长城站起来 摸到靠窗的桌子 从上面拿起那块蛋糕 回来 递到了胡小军的手上 胡小军打开盒子 捧出蛋糕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他看不见长城 他不知道长城的脸上 也滚下了两行泪水 吃完之后 胡小军胡乱地撩起衣服 擦了擦手 我还饿 没有了 那你给我点水 我给你拿 橘子证吧 长城一边说 一边慢慢地打开了冰箱门 胡小军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不渴 怎么了 我不喝他们的东西 你把我买的那瓶水给我 长城又四处摸 终于摸到了那瓶矿泉水 递给了他 凌晨两点十八分 胡小军接过那瓶矿泉水 拧开盖 举起来 咚咚咚咚喝了几口 这水真的很甜 长城在黑暗当中 死死盯着他 凌晨两点二十分 胡小军吃完了 喝完了 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他靠着床头 一点点地躺下来 身体好像被注射了麻醉剂 很快就不听大脑支配了 他嘟囔了一句 我怎么这么晕呢 长城 来 你抱着我 长城没有走过来 胡小军又弱弱地叫了一声 长城 他听到扑通一声 长城在黑暗当中跪下了 接着 长城嚎啕大哭 胡小军第一次听到长城哭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想问问他 嘴唇动了几下 却说不出话来了 小军啊 我对不起你 其实那个女人也对我说话了 他说咱俩必须死一个 你原谅我的自私吧 就算我不害你 你自己也选择了让我活 自己去死 对不起啊 你会不会恨我 你不会恨我的 小军 你说 你不会恨我的 胡小军已经不会愤怒了 也不会难过了 他的大脑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漩涡 急剧地旋转着 把他的意识一次次地搅进去 他一次次吃力地往外拔 他只能听见长城的哭诉 却看不见他跪在哪 在这个时刻 他特别特别想看看他 这个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 这个曾经说过会陪他一起离开人世的男人 这个即将跟他举行婚礼的男人 胡小军想看看他的脸 看看他的表情 看看他的眼睛 一片漆黑 胡小军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 只剩下最后一缕意识在游动 隐隐约约听见遥远的地方 传来什么人的歌声 不和谐的是 长城城走过来 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着 刚才我也想带你逃出去 可是你看到了 四周都是墙 根本无路可逃 那个女人说了 如果我不让你死 我就必须死 我看了他们的录像 那些死法太吓人了 超出了正常人的心里承受极限 我怕呀 他也说了 如果我让你死 仅仅是按了死 一点都不痛苦 我放在你水里的钥匙麻醉剂 脱上你失去知觉 现在呢 我给你注射一针青花屋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解脱了 小君 你爱我 你不会恨我的 是吗 我知道 你说不了话了 我知道 你心里再说 你不恨我 你不恨我 这时候 是凌晨两点二十一分 长城把药物注射进胡小君的体内之后 扔掉了针管 抱住胡小君的脑袋 再一次嚎啕大哭 胡小君就像一截木头 再也不会有任何态度了 哭了一会儿 长城对着半空叫喊起来 他死了 他死了 你放我回家 黑暗中 又响起了那个冷嗖嗖的女生 不 你们 要举行一场冥婚 长城拉过背脚 擦了擦眼泪 那个女生继续说 我做你们的证婚人 我的名字 叫屈天竹 长城再次冷静些来问 你是谁 这个女生突然像长城刚才一样嚎啕大哭 听起来撕心裂肺的 长城顿时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女生哭了好半天才止住 她抽抽搭搭的说 我跟你们一样 你是从京都来的 我对不起你们了 长城打断了她 你出来 你能出来吗 我们当面谈谈 你等一下 接着 长城感到一阵眩晕 过了一会儿 这种感觉消失了 房间里哗啦一下 就亮了 那个声音说 请给我开开吧 长城胆怯地看了胡小军一眼 她的脸色好像比平时更红润了 神态也十分安详 此时此刻 她的心里竟然没有多少难过 只有恐慌和担忧 仿佛看到了胡小军的家人 要把她生吞活泼的怒容 仿佛看到了众人纷纷 躲避她的场面 仿佛看到了发警的冒灰 和冰冷的枪高 她把视线从胡小军的尸体上移开 走过去把门打开了 她发现外面的一切都变得正常了 一个脸色非常难看的女孩 站在门口 眼神悲凉地看着她 我就是屈天竹 长城心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杀死这个女孩 她是目击者 对方朝旁边站了一站 这个角度避开了胡小军的尸体 然后说 我们到旁边谈好吗 长城跟她来到了108房间 看到了那个操纵台 两个人 谁都没有坐下 一直站着说话 屈天竹的声音始终在颤抖 她把所有该说的都说了 长城望着窗外 寂寥的灯火 一言不发 她不关心这里一切究竟是谁创造的 也不关心以前死了多少人 以后还将死多少人 她只关心一个问题 接下来怎么办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一身马挂长袍 女子玄空露出一对尖尖的小角 他们是谁 是明昏照片的主角 还是童话爱情的终结 小说明昏正在讲书中 现在 长城是一个杀人犯 他从小到大 不曾打过一次真正的假 可是就在一夜之间 他成了杀人犯 他和胡小军从京都 奔赴多明镇的时候 没有一丝一毫的预兆 他想 永远不再回京都了 就在这个多明镇生活下去 要是有一点风吹草动 他就钻进深山 像野兽一样过完这辈子 只要 活着 屈天竹说着 我们去照相吧 这是程序 想活就必须照着做 长城挂挂地去了 两个人回到109房间 降到地下 长城把胡小军背了起来 跟着屈天竹去照相 四周一片漆黑 不是夜的那种黑 不是芒的那种黑 恍然鸣介 如果没有屈天竹走在前面 他真怀疑 他是被胡小军带走了 屈天竹走进那座老屋 打开了灯 在他指导下 长城换上了那身古旧的新郎装 接着 两个人一起打扮新娘 他们为胡小军换上了那身怪模怪样的新娘装 又把他绑在木架上 艰难地立起来 从始至终 胡小军都垂着脑袋任人摆布 很像睡着了 屈天竹一捏快门 噗哧 照了 接着 胡小军被留在了原地 屈天竹带着长城去了暗房 暗房的光线太暗了 长城哭得双眼红肿 视线更加模糊 当照片渐渐显影的时候 他看到了照片上的新娘是睁着眼睛的 他头皮猛的一炸 他忽然有了一种预感 不管一事多简单 只要举行了这场冥婚 胡小军就永生永世 不会再离开他了 某些时候 人的预感 真准确 没人能解释得了 返回109房间的时候 还是长城背着胡小军 四周还是一片漆黑 过去 胡小军经常撒娇 让长城背了 长城没想到 背活人和背死人的区别 还竟然这么大 背活人是软的 背死人是硬的 背活人是轻的 背死人是重的 背活人是热的 背死人是凉的 背活人他的呼吸 他的心跳 他的血液 会给后面一种强烈的动感 背死人 就像压着一座 死气沉沉的墓碑 背活人 感觉他的眼睛在四处看 背死人 感觉他的眼睛隔着眼皮 死死盯着自己的脖子 109房间升上去了 回到地面上 屈天竹来到楼道里 为胡小军寻找停尸房 他一扇门一扇门地推 动作很轻 所有房间都锁着 他找长长挥了挥手 叫他跟上 然后又爬上了二楼 他去推 201房间 锁着 推202房间锁着 推203房间锁着 他的脚步越来越慢 前面不远 那是让他最害怕 最难过的209房间 可是 209之前的那些房间 竟然都锁着 屈天竹绕过了209 去推下一个房间的门 210房间 锁着 211房间 也锁着 212房间 锁着 除了209之外的房间 都锁着 屈天竹愣在了楼道里 他不敢去推209房间 长城背着 胡小军的尸体 在不远处等着他 他朝209房间指了指 小声地说着 就是这个房间 就是这个房间 长城背着胡小军 接着 他就走了出来 屈天竹 你必须出来 你必须出来 而且 要把门锁上 嗯 房间里没有其他的人了吗 谁 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 那好吧 长城把门轻轻关上了 屈天竹始终没看到 209房间跟109房间不一样 他没有电视 没有衣柜 没有卫生间 没有桌子和椅子 没有落地灯 没有冰箱 只是房间正中 摆着一张窄窄的床 床头亮着一盏暗暗的灯 毫无疑问 那就是传说中的长明灯 窗上挡着黑色的窗帘 而言言言实实的 现在 胡小军端端端正正地躺在那张床上 长城没有坐的地方 就在他旁边低头站立 这个情景 这一天是十二月十二月十三号 黑色的黑色窗帘 黑色窗帘吗 你看 今天咱俩结婚了 窗帘就是黑色的 小军呢 你不是喜欢木头茶筋吗 我已经换了 我把那个玻璃的卖了 我知道 卖便宜了 下次 我给你卖个九折 你会高兴吗 我希望你高兴 我只是希望你高兴 小军呢 你不是喜欢九龄吗 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出新专机 我都会买 然后到十字路口 给你送去 好不好 好不好 小军呢 你说过 你最难忘的是那次你出差 感到很孤独 没想到火车走着走着 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了 小军 这次你出远门 走得更远 肯定会感到孤独 可是我不可能在你 不可能在你面前出现了 你原谅我吧 一路走好啊 说到这儿 长城已经是气不成声了 屈天主有些激动 他终于完成了任务 可以回家了 可是这个时候天还黑着 他无处可去 他不想回到108房间 他一看到那个操作台就恶心 而且 他的隔壁就是109房间 刚刚有个女孩死在那里头 赵静也死在那里头 以前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那里头 整个空荡荡的一楼 都让屈天主感到害怕 现在 唯独二楼有个活人 他正在209房间痛哭流涕 屈天主就在209房间的外面来回走动 等待天明 楼道里特别静 他隐约能听见门里的声音 听着听着 他的眼睛瞪大了 里面竟然传出了 一男一女的对话声 男的哭着说 小军啊 你不是最喜欢黑色窗帘吗 你看 今天咱俩结婚了 窗帘就是黑色的 女孩弱弱的说 你别蒙我 这是旧的 我给我妈打电话 让她烧个新的来 男的哭着说 小军啊 你不是喜欢木头茶间吗 我已经换了 我把那个玻璃的卖了 我知道卖便宜了 下次我给你卖个九折 你会高兴吗 我希望你高兴 我只希望你高兴 你就不该买 我舅舅是个木匠 下次他进城的时候 让他烧一个来 男的哭着又说 小军啊 你不是喜欢九龄吗 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出新专辑 我都会买的 然后到十字路口 给你送去好不好 好啊 可你别忘了 把他们的海报 照片的情侣都会失踪 他们在哪里 在爬满虫子的浴室 还是在地图上 没有出现过的小镇 贵士贫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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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 谁是神秘的变态杀手 谁让爱情渐渐软去 请听周德东的首部爱情悬疑小说 明昏 由慕容长军演播 屈天竺 把长城和胡小军留在了209房间 他以为整个宾馆里只有长城一个活人 可是他却意外地在209房间之外听到了一男一女的对话 小军呢 你总说我 总说我对女装审美独当 以后呢 我还要经常逛店 只要有适合你尺寸漂亮的衣服 我就会给你买 那别忘了 给我上个衣柜 哼 哪个女孩没有两个衣柜啊 小军呢 从现在开始 我会用你的账号登陆魔兽世界 帮你玩 这样一来 你就在游戏当中复活了 可以继续做任务 继续和游戏当中的好朋友聊天 好啊 别忘了随时帮我看看信箱 要是有人给我写信了 记着 给我烧吧 小军呢 你说过 你最难忘的是那次你出差 感到很孤独 没想到 火车走着走着 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小军 这次你出门 走得更远 肯定会感到更孤独 可是我不可能在你面前出现了 你原谅我吧 一路走好啊 说到这儿 那个男的气不成声 那个女孩却怪怪的笑起来 哼 亲爱的 你为什么不把你也给我烧了呢 曲天竹的脑袋一阵晕眩 他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段对话当中有个同音字 你别蒙我 这是旧的 我给我妈打电话 让他烧个新的来 你就不该买 我舅舅就是木匠 下次他进城的时候 让他烧一个来 嗯 别忘了 把他们的海报也烧了 别忘了给我烧个衣柜 哼 哪个女孩没有两个鱼鬼 好啊 别忘了随时帮我看看信箱 要是有人给我写信了 记着给我烧来 亲爱的 你为什么不把你也给我烧了呢 接着 曲天竹听见那个男的突然叫起来 你是谁 二零九房间突然就安静了 他在说谁 过了好长时间 二零九房间里传出了第三个人的声音 细皮笑脸的竟然是 赵静 他说着 你们新婚之喜 我藏在床下厅房 哈哈哈哈 曲天竹的魂一下就飞了 扶着墙亮亮腔腔的冲下楼去 这时候 曲天竹的精神已经偏离了轨道 外面 已经慢慢亮 曲天竹刚刚走上匕首小街 就有一个人迎面走过来 他二十多岁 穿着一件酱色夹个 留着小胡子 额头上有一道疤 正是两个星期前 送他和赵静来到多明镇的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笑一笑地问 用车吗 长城留在了多明镇 等待下一段恋人的到来 他没想到 他等来了周冲和绿绿 周冲和绿绿是两个星期之后到的 这两个星期里 长城的情绪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星期 他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 哭了不知多少次 当时 长城给胡小军灌下了麻醉剂 注射氢化物的时候 感觉几乎是麻木的 没想到 背上的后劲这么大 他明白了 他是爱胡小军的 非常非常爱 可是 为什么没有把活下去的机会 留给他呢 他曾经假设过 如果当时 另一个人不是胡小军 而是自己的母亲 他会怎么选择 答案是 他会选择自己死 他发现 真的面对生一死 两种选择的时候 只有亲情 才可以让一个人甘愿奉献生命 爱情不行 除非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很多年 尽情演变成了某种亲情 他和胡小军的关系 绝大部分是爱情 只有一点点变成了亲情 于是他本能地选择了 让自己活下去 他哭 是为了那绝大部分的爱情 以及 那一点点的亲情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他开始思考如何脱罪 他想了很多很多种可能 又想了很多很多种对策 依然觉得不踏实 杀了人 一辈子都不可能踏实 依照屈天竹的指令 他一直住在108房间里 奇怪的是 他已经退了房 可是前台女孩看到他进进出出 却表现得很平常 好像他依然是宾馆的顾客 前一个星期 他一直沉浸在强烈的思念和巨大的悲痛当中 过得昏昏噩噩噩 第一天夜里 他在凌晨两点多钟 突然醒了 那是他害怕胡小军的事情 他伸手打开灯 躺在床上看电话板 胡小军 在楼上躺着 他不害怕 他甚至希望听到楼上传来走动声 那就是说胡小军可能活过来了 可是 漫漫长夜 楼上始终死机无声 终于 他爬起来 走出108房间 捏手捏脚地爬上二楼 来到209房间门口 贴在门板上 听 还是没有动静 他推着门 里面锁着 他多希望门开着 他多想再看胡小军一眼 从这天起 每天凌晨两点多钟 长城都会醒过来 伸手打开灯 然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楼上一直是安安静静的 接着 他像梦游症的患者一样 一定要走出去 爬上二楼到209房间门口 听一会儿 再推推门 然后 回来 十二月十九号 是星期天 傍晚 长城在外面吃了点东西 回到宾馆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人 他长得人高马大 留着满脸胡子 背着超大的旅行帮 一看就是个四处旅行的背包客 他在前 长城在后 一起走进了宾馆的玻璃门 背包客 背包客走到前台问 标准间多少钱一晚 高个儿女孩微微笑着说 对不起 我们的房间已经住满了 哟 这下惨了 我住哪儿呀 您可以乘车去同房 十四公里 那里的宾馆和旅店很多的 背包客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唉 谢谢了 然后就离开了 长城低着头走过前台 回到了108房间把门关上来 他知道 整个宾馆只有109一间客房 高个儿女孩说住满了 那就说明109房间住进人了 可是他打开摄像头之后 却发现109房间干干净净空无一人 他忽然明白了 这个房间只接待成对的恋人 而那个背包客只是一个人 第二个星期 长城的情绪平安多了 这天夜里 他在108房间的操作台前坐下来 把电脑打开了 试了试 那个夜市摄像头 电脑屏幕上 显示出了109房间的全貌 此时里面一片漆黑 他却清清楚楚看到了 床 拖鞋 电视 衣柜 画面是黑白的 那些物品静静地待着 他们不知道有双眼睛在监视他们 但是床 没有自己移动 拖鞋 没有自己奔跑 电视 没有自己播放 衣柜 没有自己打开 太紧了 他叮嘱了胡小军死前躺过的那张床 退房之后 服务员显然收拾过房间 雪白的被子 扑得平平盏盏盏 整整齐齐 他死死顶着那张床 似乎盘望出现点 出现点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张床 一直空着 她的心里 她的心里 男子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一身 马挂长袍 女子悬空露出一对尖尖的小脚 她们是谁 是冥魂照片的主角 还是童话爱情的终结 小说 冥魂 正在讲书中 长城想着 也许还能找到前一个女孩杀死她男朋友的视频 那都是迫不得已 都是自相残杀 都是用同样的手法 她很想看看那个女孩杀人前和杀人后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也许还能找到之前许许多多杀人的视频 还能找到什么 也许还能找到这几个宾馆服务员的招聘资料 她很想知道他们的家住在哪 叫什么名字 在哪个学校毕业的 也许还能找到这一切的幕后制造者 她很想很想看看 那张脸长的是什么呀 左脸夹上有没有屋子 她关掉了监视画面 开始搜索这台电脑 她抬起掌了 双手在颤抖 时不时就鬼鬼祟祟的朝头顶看了一眼 那里也相见着烟感器 她在监视109房间 会不会有人在监视她的房间 她一个个打开了电脑里的文件包 发现电脑里很干净 除了应用程序 什么都没有 最后 她只在回收站里看到了一个被删除的视频文件 她很激动 立即将这个文件复原 然后打开 视频在缓冲 她的心跳得很猛烈 终于画面打开了 她看到了一个古怪的东西 像个婴儿 她的四肢同样粗 她用四条腿筑地 或者说她用四条胳膊筑地 她的身上没有毛 很嫩 很嫩 透着微微的红 屁股后边拖着一根肉色的尾巴 很细 很长 不由自主地摆来摆去的 她在画面中盯着长城 眼神就像看一个小偷 接着她说话了 声音很细 吉先生 您在找什么 长城一惊 赶紧抓起鼠标 点了几下 在店中那个关闭的插着 画面一下子就没了 长城面对电脑呆若目击 那双异类的眼睛就像冰锥一样了 深深地刺进了她的大脑里 估计到死都忘不掉 从此 长城再也不敢动那台电脑了 她知道 一切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 一切都在对方的视线之中 她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待 把任务完成之后 夹着尾巴离开 她不再用窗帘擦皮鞋了 不再用鼻子闻云中了 躺在床上 也不再习惯性地把右手伸进短裤里 日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到了十二月二十六号 又是一个星期日 这天傍晚 长城没有出去 她坐在操作台前 严密监视着109房间的情况 外面风很大 刮的窗户啪啪啪地响 109房间里显得比平时更安静 天黑之后 依然不见有人住下来 长城很失望 这就意味着 她还要在这里手上七天七夜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好事 她至今都没有想出一个对付警察的万全之策 躲在这个小镇里 反而是安全的 她打了个喝去 正要睡觉 突然听到啪的一声 109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她一下子就盯住了监控画面 过去 她听胡小军说起过周冲 但是她不知道 住进109房间的人就是周冲 这个男孩似乎很警惕 她走进房间之后 先私下看了看 甚至还看了一眼烟感气 她的视线朝长城射过来 长城心里一紧张 赶紧避开了这种曲折的对视 还好 这个男孩的视线从烟感气上飘过去了 接着两个人取出照相机要拍照 看来他们也是来寻求那个寿命答案的 长城没想到的是 这两个人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竟然提到了一个名字 胡小军 这让他大吃一惊 那个男孩对那个女孩说 我希望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有你 又不希望这样 如果这一夜平安过去 我们还是找不到胡小军 那该怎么办 长城马上思索 这个男孩是谁 他忽然想到了 他很可能就是胡小军的前男友周冲 胡小军确实是个单纯的女孩 他和长城相识不久 就对他讲起了自己的两次爱情经历 一须一识 他讲到了那个血精灵圣骑士 讲到了他的故乡营业城 讲到了他们一起结伴闯世界的快乐时光 讲到了魔术世界要关闭服务器的时候 那个血精灵圣骑士来到他和他相识的地方 凄凉的呼唤的 狐狸小糊涂 你在哪儿 胡小军还讲到了周冲 讲到了他天天去绽放酒吧 听周冲唱歌 讲到了胡小军和周冲在大街上的浪漫相识 讲到了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很多很多啤酒 最后他告诉长城 因为狐狸小活度把身体献给了王者归来 胡小军和周冲就分手了 当时长城只是略微想了想 马上说 我感谢那件事 不然怎么会得到你呢 长城和胡小军相爱之后 他隐隐约约的发现 胡小军依然深爱着周冲 他曾经对比过 胡小军更爱自己呢 还是更爱周冲呢 没有得到结果 现在周冲来到多明镇了 看来 京都已经炸锅了 后来 绿绿在长城用手机听歌的时候 长城更加确定这个男孩就是周冲了 胡小军的手机里也下载了这首绝爱 不管对方是谁 长城都必须让他们死一个 这样他才能离开 他连胡小军都杀了 何况他的前男友呢 没想到 109房间里的两个人反反复复听歌 没有睡觉的意思 长城越来越焦急了 最后 绿绿终于睡着了 周冲躺在了另一张床上 瞪着眼睛 一直盯着房顶的掩杆器 他盯着长城 长城也盯着他 外面的风越来越大 到时间了 首先 长城按下了降落的按钮 很快 109房间就降到了18层地下 接着他按下了控制电闸的按钮 109房间一下子就黑了 再接着 他又按下了肩壁墙的按钮 周冲和绿绿就被分开了 让那个女孩睡吧 他先对周冲说话 你好 通过夜市摄像头 长城看到了周冲 在黑暗中慢慢地坐起来 竖起耳朵听 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 你好 长城又说着 他控制不了自己 他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微微地倒着 可是周冲 却纹丝不动 我相信 你已经闻到了一股气味 死亡的气味 是的 109房间死过很多人了 最近一个死于十四天前 那个女孩当时就躺在你身下的这张床上 他们跟你们一样 都是一对对恋人 都来寻找那个不该得到的答案 因此 必须死一个 今天夜里 你和你的女朋友 也必须死一个 如果你不让她死 你就会死 我说明白了吗 周冲 还是一动不动 只是竖着耳朵听 在衣柜上面的横荡上放着安眠药 你把那里药给她喝下去 她就失去了知觉 你再把注射器里的药物注射到她的体内 她就生入了天堂 整个过程很轻松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现在你和你女朋友被分开了 她听不见我们的对话 周冲依然纹丝不动 像个雕像 如果你不让她死 你就活不到天亮 我们模拟地狱酷刑设计的十八种司法 任你选 想看看录像演示吗 想的话就点点头 我看得见你 周冲还是一动不动 长城有些疑惑了 她是不是被吓傻了 对